广东有个女孩长得漂亮,身材高挑,成绩也好 有一天她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小混混看到 小混混见人长得漂亮就尾随搭讪,天天骚扰女孩 女孩的爸爸为了保护女儿就天天接送 这小混混见无击可成,就纠结一帮无赖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堵截 混乱中,女孩的爸爸被捅死 但小混混并没有受到什么严重惩罚 警察告诉女孩,原因是小混混未成年 一周后,女孩自己拿着把西瓜刀,找到小混混 二话不说,捅了一刀又一刀 警察赶到时就看到了两个雪人 小混混已经倒在雪坡里死了 小女孩手里紧紧攥着的西瓜刀还在滴血 看到警察只说了一句,我也未成年 是小ooh 小女孩手里紧 小女孩手里紧 小女孩手里紧